接下來呢我再次講就是我要把我的Google文件想要分享給大家也能夠一起輸入我的文件 那要怎麼做呢 我第一個我要先把我的Google文件先共用打開來 所以共用打開來我要確認這邊的變更 然後確認知道連結的使用者都可以編輯 因為你們等一下我要讓你們都可以知道我這個連結都可以編輯 所以我就按完成 我已經把全線打開來囉 全線打開來之後接下來我就產生QR Code 產生QR Code之後來各位請看我這邊 我操作一次給各位看 接下來這是我的Apple手機 然後呢我的相機可以做掃描 QR Code 產生了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從文件中打開 這個就是Google文件的圖案 你的手機要安裝Google文件的App 如果你有裝了就可以用Google文件打開 然後用Google文件打開可以幹嘛呢 我現在把它打開來 來Google文件打開來 各位點進去可以打開來到這個文件 你看有沒有看到字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我先把它我先過來一下 來 Apple的有什麼好處呢 你看我現在停在這喔 有沒有 我要開始準備講話了 啊這準備講話怎麼講 先編輯按下去 編輯按下去 是文字的啊 Apple可以用麥克風 而且Apple輸入文字可以講標點符號 來你看喔 今天天氣很好 逗點 對不起 現在游標是在上面 重來一次 我重來齁 我把它放到下面來 這樣子 你看我現在人 你看我在往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些一個 往影衝然後往下 然後呢 來我拿麥克風起來喔 今天天氣很好 逗點 所以小朋友說 罵號 上影號 我們可不可以出去玩 問號 下影號 我說 罵號 上影號 好啊 驚嘆號 下影號 全部都可以出來 然後 這個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剛才的做法是 我把這個 Google文字 編輯文件編輯的全線打開來了 只要知道我這個連結的人都可以一起過來編輯我的檔案 好 所以先這樣子各位先不急著操作 我請各位先到你的手機下載Google文件這個APP 先把它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弄成二維碼生成器 產生QR Code之後 請各位去掃一下我這個QR Code 然後他會問你要用什麼打開 請你用Google文件打開 接下來 你就可以進入編輯了 編輯我這個檔案 好不好 來試試看 先下載